疫情情緒下去 大家家的時間變多 那請問一下大家通常都會做什麼的啦 我這樣子在看書嗎 還是做運動 還是 是 如果是我的話 我猜我也會在家裡面不停在做那個健康的食材吧 那今天呢就會跟大家介紹有一道簡單的防疫食物 希望大家就會喜歡喔 今天呢就會跟大家介紹用我最喜歡的那個櫃 來做一個食譜 那再配合那個甜椒彩椒 然後還有本菇 還有那個洋蔥 還有馬鈴薯 就這樣子 本菇呢一般來講其實它那個幹部了 我們就直接切掉 現在在防疫裡面喔 那我們最好就洗一下吧 那這個就等一下去洗吧 擠乾淨然後擠所有都拿掉 這樣子呢就把它那個直切成條狀 黃色的那一個也是這樣做 要擠瓜 擠瓜也都是已經洗乾淨了 那我就把那個頭跟尾巴都切掉 然後呢 因為我比較想做它是一個條狀 所以呢 就會先這樣子剝開它一半 然後呢 再切一半 那這個洋蔥呢就很簡單 那把皮都撕掉 然後切那個頭尾的部分 然後呢這個也是一樣 先分它兩到三塊吧 比較好切 那就把它變成絲 也不是說要很細啦 只是簡單的把它切這樣子 把它切成條狀 粗粗的不用太細這樣子 再來囉 裡面的油把它燒好 然後呢差不多了 那就可以把這個洋蔥 我們剛才弄的洋蔥放下去 大概有聞到這個香味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放 剛才有切成條狀的那個馬鈴薯進去 然後還有擠瓜 你們聞不到 就是在這個廚房裡 沒有已經開始聞到它 他們的味道 先蓋住 等一下 好啦 那它全部都煮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加進去那個調味 再加那個黑醋 再加一點鹽巴 蘑菇 再加一點鹽巴 蘑菇 蘑菇 然後還有那個 還有梨笠香 我再加一點點那個蒜粒 然後還有薑黃 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把我們之前用好的那個粉糊 那我們就一絲一絲的放進去這樣子 那怎麼樣去分別說那個麻米薯跟櫛瓜是ok了 就會有一點點變了顏色 或是變了有點透明狀的感覺 最後就是之前我們弄的 甜蟑 多加一點點那個油 讓它變更香 為什麼今天 為何別介紹那個櫛瓜跟甜椒呢 我們下個禮拜在影片簡單的說明 那個提升免疫系統的能力呢 有8個主要的營養素 那其中的維生素A、C跟E 就可以在甜椒裡面找得到 那那個櫛瓜它的根本就叫做 也叫做這個Summer Scourge 那就好像是跟南瓜一樣 它裡面有大量的維生素A 還有葉酸 那那個除了可以提升那個免疫系統以外 都特別有講 就是有日本的營養師說 櫛瓜其實也有大量的鈣跟那個鐵 那鈣就是對骨頭好 那那個鐵就是對血液好 那它也特別特別有提出 女生應該要多吃櫛瓜 因為這樣子我們的臉色又變很好看 變很紅嫩這樣子 看完這個影片記得幫我按讚 叫分享出去咯 大家要好好保佑 我們下一集再見咯 拜拜